制作人編曲 李宗盛 清晨煙雨 黄昏 晴世溫柔 少年 戎裝 痴承 星辰入眸 眼神温暖 堅定 慢笑扶捨 是一段風花 一枝留下 默然揮手 冬天 雪花飄落的季節 你懷中卻似春天 花香布滿了世界 兩城耗盡如夏天 樹影遮住了眷戀 清醒與你在秋天 情深綿綿灑落 你也偏偏 情淺淺 現在這一切 都完了 也不用這麼算計 也不用再擔驚受怕 國鎮和榮華富貴了 但是我只求你一件事 看在萬堤這是年成歡西夏 你能不能善待他 成歡西夏 你沒有練說這四個字 但我不求你疼他 你放過他 給他調活了 他是無辜的 我的遠行呢 他就不無辜嗎 但是遠行少爺真的不是我殺的 是 我曾經動過害他的心 但我也是母親 我知道失去孩子的痛 老爺 我後來去救他了 但是已經晚了 是敏大成他們殺的 老爺 我求你 你讓我怎麼死都行 我罪該萬死 我死不足惜 只要你放過萬堤 我會送他去香港讀書 但他以後不能再回上海 他和穆家 從此再無甘心 再 無甘心 再回上海只能暴露他的身份 到一個沒有人認識他的地方 重新開始生活 對他是最好的選擇 老爺 您真寬容 我替萬婷謝謝您 但我的寬容是有條件的 留下你的女兒 你不能留下 你不能留下 沈良承 想你oulder 海很遠 記得 網上 從下 快落 開 你的這部分 internet name 和 走 你上面 世事飘摇 让离人用泪不下念论 终究如去 匆匆流落同城 你梦而我 行之永远后不满伤痕 我还在暮色 通知独军府 人犯已经复发了 是 在暮色中沉沦着我们 妈 快来人哪 妈 我还在暮色中沉沦着我们 正在暮色中沉沦里 没想到 沐家发生这么大的事 这次沐家受到了重创 你留在上海 要多多宽慰木工 儿子明白 父亲 那前几日 刺杀敏大城的那两个刺客 身份查清了吗 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他们在生死攸关的时候 并不想伤害我的性命 谭旋令已经查实 那两个刺客是崔连凤派来的 他一直想让婉婷嫁给你 怎么会伤起你的性命呢 原来是崔连凤干的 你以为是谁干的 没有 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敏大城和崔连凤 现在已经伏法了 这也算是为穆家报了仇 你好好养病 现在穆家只剩下婉婷一个女孩子 很是艰难 你要多帮帮她 是 儿子明白 我现在就想起来 你也想起来 杜鹃 谭旋林这小子实在太能眼了 表面上对我们恭恭敬敬 背地里拿着把柄要袭我们 实在是脸皮太厚了 他这一招啊 漂亮 既还了名团的清白 还成全了慕之远的面子 这个马飞崽子 我还真小看他了 属下又一事不明 这个敏大成为何会一口咬定 是崔连凤指使他 杀害的穆家少爷 这穆家少爷明明是 敏大成他很聪明 他知道崔连凤经过此劫 在穆家恐怕是难以翻身 所以便不再维护他了 他指证崔连凤 是想打消我的顾虑 以念他的好 这个敏大成到死还惦记着 让他的女儿 嫁到我们都军府呢 若不是这根萝卜吊着他 他哪可一次一次地 替我卖命啊 可惜啊 拉木的驴 永远也吃不到这根萝卜 杀手 他的编续 这根萝卜 自己也是 我带来 他能注意 他他想给他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么多年了 我不敢走进这个房间 我怕想起远航 想起你们小时候 这个家里热热闹闹的 开开心心的样子 现在这个家 毁了 爸爸只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世 安清啊 爸爸 对不起你妈妈 爸爸 对不起你 爸 司令 木小姐来电话了 她怎么了 说杀害他哥哥的凶手已经复发 他想请你一起去法院自还愿 要不我说你没时间 不行 那地方太偏僻了 我陪他去吧 谭司令 这次多亏了你 要不是你 我哥的事情未必沉原得雪 妈妈在天之灵一定会高兴的 对了 你跟你妈妈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我就不进去了 也好 那你在门口等我 放心 你一出来就能看见我 那你的功劳我和妈妈说 出品 向佛用 请您给我时间 我一定会让真相打败于天下 您知道我来了 妈 您在那边还好吗 是不是见到哥哥了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崔连凤还有当年害死哥哥的人 都被我们抓住了 一定是你们在上面保佑我 让我遇到了谭司令 让我在十年后知道了真相 让这些恶人都绳之以法 都说这灯花炸裂是吉兆 妈 您是不是也很开心 妈 谭司令这个人吧 我也说不上他哪里好 但是有他在 我心里总是特别踏实 我喜欢他 但是我们两个总是互近互远的 我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 还好吗 你猜刚刚发生了什么 什么 我和妈妈说村连凤的事情 灯花突然一下就炸裂了 你说妈妈是不是也很高兴 这是不是吉兆 当然是吉兆 我还和他说 有你在 我过得很好 让他不用担心 走吧 我回去还有点事要办 你都帮了我这么大忙了 我晚上请你吃饭吧 六点 七宝老街生间店 不见不散 别这么看着我 我又不是阳王爷 你还没死我 别这么看着我 我知道你想死 只不过你中的是麻醉丹 所以那个敏大成已经死了 你是想问我 为什么不杀你是吧 很简单 我杀了你 不就如愿以偿了吗 我都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隐瞒了杀死沐远航的真相 还不惜献出生命表忠心 是有求于徐伯俊吧 我对了 崔莲凤的那条凤凰沟飞的手卷 不是送给崔姐的 是送给你的 意思是让你顾念慕婉婷的前程 这慕婉婷 是你女儿吧 拿好啊 谢谢啊 那个杯子怎么样 真香 坐好啊 等我一下啊 行 我去买包烟 老板 给我一壶酒 好嘞 谢谢 来 欢迎我 老板 再来一份生煎 好 稍等 先过去了啊 吃过了老板 下次吧 好 吃过了老板 吃过了老板 下次吧 下次吧 吃过了老板 吃过了老板 看来他是不会来了 老夫 看好他 不能让任何人靠近 更不能让人知道 好 知道 司令 司令 这都快七点了 您忘了 沐小姐还约练您一块吃饭呢 快走 快走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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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庄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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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吃吧 平安了 老板 吃吧 好 吃干吗 这边有人了 是我 谭轩莲 你让我来的 这边有人了 你让我来的 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怎么会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 因为我今天高兴啊 如果不是你 我妈妈和哥哥的仇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报 谢谢你 来 我敬你 来 走走走 你喝多了 回家啊 你 没醉 你知道我为什么 带你来这儿吃饭吗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最爱的 圣煎猫铺子 小时候妈妈总带我和哥哥来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基地 但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就没有人陪我了 别多想 没关系 以后有我在 我陪你 你还说陪我 你都迟到了 对不起 我是有事耽搁了 以后不会了 对不起 那我要罚你 罚我什么 罚你陪我去看上海最美的夜景 现在 太晚了 我送你回家好吗 孩子开车我们去蛇山 这么晚了去蛇山干什么 去看上海最美的夜景啊 山上了我们回家好不好 不回 来来来来 婉清 别闹了 听话 这车是我的 你得听我的 车是你的 但你是我的 朋友 朋友 所以你必须得陪我去 什么朋友 我才不想当你朋友 那我自己走着去 万青 好 我陪你去 谭森 开车 好 还是睡着了可爱些 你开稳点 会不会开车 这 司令 这 这路坑坑瓦瓦 那又不是我的问题 你 你要实在觉得 汉婉清小姐磕着碰着 那你最好还是 让她自己靠在一辈上 你 行行行行行行 你开 开慢点啊 哇 司令 来 万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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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了 慢点儿 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 你看 上海都在这儿了 那是海关大楼 那是汇丰银行 公布局 还有外白杜桥 外白杜桥 你小心点儿 别摔下去 外白杜桥 上海 这里就是我的家 上海 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回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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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哥哥 我回来了 婉青 你看啊 这上海都是我的地盘 我向你保证 只要有我在 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 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 我两次喝醉酒 都是你陪着我 那你这一次 不会又把我当成虚光药了吧 又 我什么时候把你当成虚光药了 你看你都忘记了 上次你被人下了药 喝醉的时候 迷迷糊糊的 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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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黄昏 情是温柔 少年红装 赤装 星辰入梦 你上次也是这样子 都傻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是知道的 你是我的 雪花飘落的季节 你怀中卷似春天 花香梦满了世界 凉晨耗尽如夏天 树荫折入了眷裂 星星与你在秋天 今生绵绵散落 我一夜偏偏情浅浅 冬天 雪花飘落的季节 你怀中却似春天 花香布满了世界 凉晨耗尽如夏天 树荫折住了眷裂 清醒与你在秋天 青春绵绵散落 一夜偏偏情浅浅 来 来来来来 你这样做了一夜啊 我可不敢睡 万一睡着了 被占便宜怎么办 占了便宜就想走啊 谁占你便宜啊 那昨天晚上 我们都当着全上海的面 亲亲了 想反悔啊 那你想干吗 一辈子陪你吃生煎 看夜景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 就是那种关系了 哪种关系啊 就 就是 就是 就是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的关系呗 谁要和你一起睡觉 怎么 亲都亲了 不想承认吗 那你去我家 向我爸爸提亲好不好 只要爸爸同意了 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爸爸同意的 晚清 我现在 还不能去你家提亲 为什么 vacation 晚安 我 做一个 生气了 没有啊 没生气怎么不说话 我不想自作多情 谁说你自作多情了 我一个女孩子 舔着脸让你去我家求亲 你说你不去去不了 还不告诉我为什么 那就算是合作伙伴 也应该坦诚相待 是 我能告诉你的时候 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停车 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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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先上车吧 你穿高跟鞋呢 你别管我 你听我解释 那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该告诉我的时候 连我你都不能坦诚相待吗 我们现在已经是这种关系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这个世界上还有你能相信的人吗 如果连我你都不相信 你还相信谁 婉卿 你放开 婉卿 你听我说 你放开 你放我下来 上车 婉卿 你听我解释啊 你仔细想想 我瞒得你哪件事 哪个不是为了你好 啊 你想想 我让慕婉婷 去当徐光耀的秘书 我事先也瞒着你了 但最后呢 最后赢家不还是你吗 我承认 我对你来说不是透明的 只是我不告诉你 是有我的原因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信任我 真正的信任 不是束缚对方 而是毫无猜忌 即便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你也依然愿意相信 我现在 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处理完 所以暂时不移去提前 但是我心里 早就认定你了 我们漂泊十年才遇到彼此 我真的很珍惜 所以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 我能等 谢谢你 等事情有了结果 我会告诉你的 但是在此之前 你不能把我们的关系 告诉任何人 好吗 好 我信你 但是既然你还有事情要办 那你昨天晚上干吗那么着急啊 是谁先着急的呀 我喝多了呀 而且我也没有经验 那我也没经验啊 我才不信 我也就是说说 不然也不能两次被你占便宜 我什么时候占你便宜了 上车吧 你怎么还不想过呢 那你没有想过 这是一样的事情 那我才不信 你不知道 最爱是你 还 publishers 请 谢谢 谢谢 多保重吧 来 来 来 好 沐小姐 会长跟我们打过招呼 让我们安排您上船 好 请 这边 你好 你好 好 谢谢 谢谢 请走这边吧 沐小姐 嗯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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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去吧 什么眼神有屁放 司令 你跟沐小姐是真的吗 废话 当然真的 不是 你俩不是一见面就掐吗 你俩什么时候搞上他 不 好上他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 你不能对任何人说 否则你坏了我的大事 放心 我明白 你这是金屋藏郊 地下情 见不得人的 你放心 我绝对 一个字都不说 你嘴里吐不住象牙来 滚蛋 喂 什么 好 马上去 备撤 司令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应该在医院 给徐光耀办手续吗 光耀哥上午要输液 我下午去就好了 本来昨天要请你吃饭 又没有请成 要我今天不请你啊 昨天虽然没有吃晚饭 但是夜宵我吃了呀 我们昨天没吃夜宵啊 你再想想 不许让你下午等了 你 不许让你下午等了 不许让你下午等了 你又想想的吗 管兴啊 我得走了 你乖乖等我 好吗 走了 等我 走了 我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下承诺 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拼凑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拥抱着起落迂回中扑火 这纷纷扰扰的人世间 竟然耗尽我一生落寞 就算模糊着视线看不清 策马与你高歌 泪花终于半天 回到相遇的起点 一眼就见到你 那朝迷人操脸 一望无际 天空还过 如果我许下承诺 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拼凑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拥抱着起落远回中扑火 这纷纷扰扰的人世间 竟然耗尽我一生落寞 就算模糊着事情 看不清 怎么与你高歌 你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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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